大家好,我叫桑明,来自三菱电机 目前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从事公立员基建相关工作 我在三菱电机已经工作了23年 你可能听说过半导体 但其实半导体是半导体集中电路的一个简称 导体,所谓的导体就是它是可以导电的 绝缘体,它是不导电的 但是半导体是在特定的条件下 它可以导电,也可以不导电 这个是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技术 功率半导体就是因为它需要承受高压、大电流 就是因为它独特的设计 使它的芯片在特殊的工况下 能够稳定的高性能的完成它的使命 功率半导体是实现变频技术的核心源吸引之一 以白色家电为例 与传统家电相比 变频家电通过变频技术 可以使产品皆能超过60%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世界的这种碳达峰、碳中和 功率半导体在电能转换和机械控制当中有着非常合金的作用 所以它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中在白色家电、工业、新能源、机车前沿 新能源汽车上都有其广泛的应用 在白色家电当中它可以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 这也符合目前社会中所提到的碳中和碳达峰 它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源汽车 三菱电机作为众多功率源汽车制造商之一 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我们就从事了功率源汽车的研究开发 在1958年就推出了一款应用在电力机车上的功率源汽车 目前M1GP生产的DPIPM产品 截至到目前为止 我们累计出货超过了14亿只 目前大多数功率芯片使用的都是单金硅的产品 但为了产品的性能提升 以后的产品会逐渐地转化到第三代半导体的碳滑硅 SIC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三菱电机的功率半导体的生产基地 主要集中在日本国内 核飞这个工厂是三菱在海外的唯一一家功率半导体生产基地 核飞工厂作为全球最大的IPM的一个制造基地 它生产的产品会销往全球 但中国是白色家电的生产制造大国 目前核飞工厂生产的产品 大概有一半是销往中国的白色家电大厂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核飞原本是一座比较悠闲的内陆城市 但是在短短的几年内 它已经发展成一个孕育着无限可能的工业城市 这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奇迹 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想在其中我们也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我喜欢核飞 就是因为它的发展中充满了力量 半导体行业会持续地稳定增长 作为目前社会上一直谈论的 碳中河 碳达峰 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核心基础要求 这也是推动功率半导体高速增长的一个社会背景 三菱电机是一家日本公司 我们深耕功率半导体已经超过60年 我们工作细腻 产品 优良 在迎合市场的需求条件下 不断地推陈出新 这也是我们三菱电机的核心竞争力 是的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 我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多看看这个世界 一直坐在办公桌前 肯定找不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想展望 创造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温暖的世界 也许是这样我说一下 我们只要有点免卖中心来就是这样的 我线有点免卖中心的 我一定会参加 我们五百分之不要 那么多看看这个世界 他们脱力的 我们可以参加